对项目场地进行清理和平整,并对施工现场进行保护。 导架采用单层双面导梁,通过经纬仪和水准仪控制导梁位置和高度,使其高度是以有利于控制钢板装施工高度和提高效率。 因钢板装穿过土层,会产生较大震动,对附近活动人群的正常工作生活造成一定影响。 为减少震动,过采取水刀银控后,施打钢板装的解决方案。 水刀由三根高压水管焊接至16米的U型钢板装上,加咬紧U型钢板装,插入土中,最后拔出水刀,打入钢板装。 施打时,钢板装被靠浸倒梁,一边插打,履带掉一边缓慢下放,发现偏移时,及时靠钓机调整。 调整钻孔位置,使其产生轻角。 钻孔结束后,进行轻孔处理。 铸浆前,手箱轻通铸浆管道。 一次铸浆时,铸浆压力不宜小于0.4兆帕。 安装承载体,安装隔离架,自由段包裹,一次铸浆管安装。 当第一次铸浆形成的水泥结实体强度达到5.0兆帕后,进行第二次高压批裂铸浆。 铸浆即使压力达到4-5兆帕时,铸浆孔被打开。 当同一压力持续一段时间后缓慢上升,则停止铸浆。 此时,剔裂压将完成。 首先进行钢电板的安装并在毛锁上覆盖防护,而后将钢台座与钢电板牢固焊接。 张拉时,先对于孔底承载体相对应的一对钢脚线进行张拉,之后对两对钢脚线同时进行张拉锁定。 锁定后,用手提杀银机切除多余钢脚线。 控制好钢带板线形,然后进行焊接处理。 至此,整个施工流程完毕。 谢谢观看。 ===